为什么美国正考虑是否阻止通用电器公司继续为C919提供发动机 到底在害怕什么 尽请关注 近期中国处在疫情中也没有停下C919的是非研制工作 2月13号 以下C919顺利抵达南昌摇湖机场 中国商飞C919外场实验队和工程师们将对C919维护定检和特检 全面展开101架机品委更换 施速改装散改装 负义舱结构加强等工作 很显然 疫情并不能阻止C919走向未来 然而美国右下半子 据媒体2216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是否考虑阻止通用电器公司继续为中国C919提供发动机 该发动机为CFMLEAP1C发动机 美媒称 美国领袖担心 中国可能最终会对通用电器的产品进行逆向工程仿制 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弱项 虽说经过不懈努力自主创新 以及引进乌克兰俄罗斯的部分航发技术 中国的航发性能有了很大提升 但相较于世界超一流航空发动机 承受温度 耗油量 发动机推力等多项难题 如果能获得通用电器的CFMLEAP1C发动机 将促使C919紧追其他同类产品性能 现在美国计划坑害C919动力供应 简直是气人太甚 利用国家手段去阻止一家企业腾飞 令人不耻 实际上 在之前 美国就不断给华为5G业务拓展下半子 现在这种手段又用在了中国商飞身上 这也表明 美国人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严重不足 只能用瞎三滥的手段阻止其他人进步 有人指出 这或许是美国蓄谋已久的阴谋 在起初同意通用电器提供发动机 等到关键时刻 突然出尔反尔 令中国C919研发试验团队措手不及 这是美国的惯用伎俩 也变相说明 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王道 否则就如案板上的鱼肉任人摆布 不过美国出印章 我们也并非没有防范 去年年底 C919使用的国产发动机 长江1000冷端风扇叶片技术获得大奖 说明我国自主研发的道路 没有因为与通用电器的合作而止步 而且我国已经能够批量生产T800级别的碳纤维 其高度 低重量 易加工的特性 正是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 只要与美国有关的高科技产品合作 就不能掉以轻心 不管美国最终是否借用通用电器 向C919提供发动机 国产发动机 长江1000的研发工作都迫在眉睫 若是长江1000发动机 未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美国的阴谋不攻自破 届时该美国人反过来求中国不要放弃订单 甚至有很多网友发表评论 美国若敢断供C919发动机 中国就可用这一招来反击 断供美国稀土 另外也有外国网友表示 美国这禁令一出 最终伤害的还是美起 也无法阻止中国制造的崛起